總統 你在哪裡 蔡總統 你欠國人一個交代 你必須向全國民眾鄭重道歉 負起該父的責任 我們到底要犧牲多少台灣寶貴的人命 才換得回這一群官僚政客的良心 多少無辜家庭的血淚 你們這些在上面做官的人 有想過嗎 今天國民黨黨團以 12萬分最沉痛的心情 在這邊要召開這一次 重大事故 泰魯閣 事故的記者會 首先 我們請 出席記者會所有的黨團同仁 為這件事情不幸罹難的所有罹難者 默哀一分鐘 今天 我們召開這個記者會 當然首先 還是要 對 受傷的 所有的 乘客 以及罹難者所有的家屬 致上最高最高的慰問 執意 那同時 也對 在場 還有來自四面八方 到現場 參與救援 參與救難的所有的人員 你們的辛苦 你們的辛勞 還有在心理上面 這麼龐大的一個壓力 甚至於可能 在感情上面所受到的創傷 也表示最高的敬意 跟感謝 台灣 在指此清明節 家人團結 之刻 產生如此 重大的 意外 我只能說全台灣人 與天同悲 那今天 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情 當然 很多人都非常的辛苦 那國民黨黨團 也在這邊 捐助 100萬元 那我們會給 地方的政府 花蓮縣政府 以及台東縣政府 讓他們 專款 專用 用來作為 救災救護 以及 撫恤 所有 受災家庭 之用 感謝大家 這次發生這個事情 到今天為止 凸顯出非常非常多 讓國人無法接受 管理的疏失 人為的錯誤 督導 領導的失當 光是這個事件 我們就已經整理出來 十大疑點 包括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質疑 也有很多車輛的專家 跟我們黨團報告 說當時 這輛車 工程車造勢的工程車 絕對不可能 是空停在 邊坡上面 非常有可能 當時有人 正在操作 發生意外 失控 導致事故 所以到底 是怎麼發生的這件事情 所有的疑點 都必須 清查清楚 還記得當時普悠瑪的報告 後來家屬包括司機員 的家屬 都很難接受 就這一次 一定要 調查清楚 待會我們 陳鈺貞委員會再跟大家做說明 而這一次 大家把焦點 放在 工程車所有的 益祥工作社 絕對要調查清楚 如同我剛剛說的 有沒有說謊 有沒有逃避責任 但是益祥工業社 他只是 是乘坐 這一次工程的協力廠商 那這個工程的包商 包括 工心營造 包括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 包括中原工程顧問公司 都應該要一併的調查 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個標案的整個的處理過程當中 有沒有 相關的連帶責任 應該調查清楚 不應該 把所有的責任 甩鍋 或者是切割 或者是想要把他縮小範圍 只有一個 益祥工業社 而已 這是讓大家沒有辦法接受的 另外 台鐵這一次的 工程施工房災計劃 以及交通維持計劃書 到底在哪裡 所有相關的公安意識 嚴重缺乏 毫無應該要做好的 督導的工作 所有應該 關於公安的SOP 究竟在哪裡 有沒有送外部審查 這整個的過程 也都應該攤在陽光底下 讓所有的人來進行檢視 包括我們這次 馬上在禮拜三就要召開的交通委員會 待會我們在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洪孟凱委員也在現場 我們也會在交通委員會 要求要成立調閱小組 要求要調查所有事故的 相關行政責任 而這過程當中 他的合約 他的包工 他所有相關的公安的SOP 到底有沒有做到 第四 在事發之後的第一時間 所有的國人看到的新聞 竟然是 交通部台鐵的內部會議裡頭 幕僚討論建議要甩鍋責任給 監造單位 降低台鐵局的負貧 降低台鐵局的責任 發生 這麼嚴重的事故 誰不是人生父母想的 養的 竟然可以 這樣沒火沒肉 到這種程度嗎 第一個時間想到的 竟然是甩鍋 還有人性嗎 國人可以接受嗎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文化 這已經不是官僚殺人可以形容的 這些責任都應該要追究到底 另外 這一次負責的 交通部長 交通部次長 也就是代理的台鐵局長 就上一次普悠瑪事件之後 國人沒有辦法接受 這麼 離譜的意外 總統 行政院 一再強調 痛定思痛 局 當時的部長下台 拉高到行政院的層次 成立 台鐵總體檢 專案小組 因為台鐵的乘科 台鐵多年的問題 不但不是台鐵可以解決的 也早就不是交通部可以解決的 發生這麼重大的意外 拉到行政院的層級 成立專責小組 沒有想到 居然會因為 敗選 賴清德 負起政治責任 下台 重新組隔 新上任的 蘇貞昌院長 從此 不聞不問 這個台鐵總體檢 在行政院成立的小組 從此 銷聲匿跡 不再運作 沒有下文 今天蘇貞昌 是因為怠惰 是因為逃避責任 是因為自私的政治計算 不管他為什麼 一個普悠馬事件 這麼重大的總體檢 在行政院的小組 他竟然可以 完全不運作 最後只好回到交通部 交通部只好又回到台鐵局 我們到底要犧牲多少 台灣寶貴的人命 才換得回 這一群官僚政客的良心 總體檢報告出來之後 好不容易 找了全國的專家 洋洋灑灑幾百頁 行政院 不核定 就是不核定 要延宕了幾個月 如果當時就成立 如果當時就核定 如果提早就按照總體檢的內容要求要對邊坡的安全改善 我們今天不需要喪失50條寶貴的人命 多少無辜家庭的血淚 多少無辜家庭的血淚 你們這些在上面做官的人 有想過嗎 今天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 交通部連一個台鐵局的局長都找不到 可以延宕三個月沒有局局長 大家都知道 蘇貞昌上台的之後 所有大大小小的人事案都必須送到行政院院長是核定 是不是因為蘇貞昌遲不核定 所以沒有台鐵局長 是不是因為蘇貞昌跟林佳龍之間的疏遠 所以遲遲不核定林佳龍送上來的任何報告任何人事案 不管是什麼理由 今天蘇貞昌院長 欠國人一個交代 欠所有50位家屬 家庭 一個交代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這個院長代呼 謝澤 不聞不問 這個悲劇絕對可以避免 今天林佳龍 辭職下台他到現在 還不願意辭職下台 嘴巴上一直講一直講 蘇貞昌也要一起下台負責 而且不只是負起政治責任 還要立即展開所有相關行政責任的調查 監察院也應該展開所有相關的調查 這種事情 不可以在台灣 不可以在中華民國再發生一次 但是 最後我們要問蔡總統 我們要問蔡總統 行政院層級所成立的總檢討小組 換了院長之後 這個新的院長就不幹了 就不理了 就不做了 總統你知道嗎 請問我們的總體檢報告 交通部 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幾個月大半年 都不核定不聞不問 請問總統你知道嗎 我們三個月沒有台鐵局長 只能次長代理 請問總統你知道嗎 總統 你在哪裡 你派的院長 你派的部長 他們是這樣子在處理普悠瑪事件之後 國人所高度期待的台鐵改革嗎 不是這一次大家才說台鐵要砍掉重練 上一次就說台鐵要砍掉重練了 為什麼沒有人砍沒有人練 我們來看見